2月13日娱乐圈谁最火,必定是陈凯歌和陈红的小儿子陈飞宇 2月12日渔记超能摄影杨阳 在社交账号上,法文称,要在2月13日爆料一个大瓜 他给出了一些信息,称爆料主角是人生一家,资源乍天 可能是一个恋情大瓜 彼时对于这条大瓜预告,网友们并没有十分在意 而在这之前因为一些骚操作,超能摄影杨阳败了自己的口碑 大家觉得在2月13日,超能摄影杨阳可能就随便爆出一个小狐咖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到了2月13日 超能摄影杨阳竟然来真的了,她真的爆了一个大瓜 2月13日中午12点半,超能摄影杨阳直接发文顶流恋情大瓜来了 特别劲爆的是被公布出来的 竟然有当事男主角和女生的多张床照 如此劲爆的大瓜直接引爆热骚 通过对比闯照中的男生耳朵和嘴角的志 可以断定被爆男明星为陈凯歌和陈红的小儿子陈飞宇 超能摄影杨阳还爆料称 和陈飞宇睡在一起的女生是个小网红十一里样 2日2021年就在一起了 两人多次在厂杀某高当酒店开放 超能摄影杨阳甚至在爆料的最后说 瓜不止这些,还有更劲爆的第二波 且先不说第二波爆料会不会被陈凯歌和陈红公关掉 但仅是这第一波爆料就直接引爆热骚 使得2月13日成为陈飞宇从一以来最红的一天 有网友甚至笑言 这次陈飞宇一炮而红 对于这则爆料 网友一开始只是普通的明星恋情瓜 但网友生八车后发现 这个恋情瓜不简单 网友生八了十一里样 十一里样短视频账号拥有21万粉丝 主要拍摄《当女朋友是你老板》时的系列段子 她给自己填写的毕业大学是清华大学 因为在短视频平台大学可以随便填写 十一里样是否编于清华大学目前存疑 除了网红身份 还有网友扒出了十一里样 竟然是陈飞宇的粉丝 有位女网红爆料称十一里样 是陈飞宇秘国时期的战姐 她们两个还一起拼过称 这位女网友透露当时十一里样 表露了对于陈飞宇合作的欧阳娜娜的喜欢 并且还说陈飞宇夸了她漂亮 这位网友的爆料并没有作假 很快网友发现陈飞宇的一些活动照 机场照中都有十一里样的身影 还有网友怀疑十一里样 是陈飞宇全国后援会的一员 2017年12月 陈飞宇的后援会 放出了粉丝对《妖猫传》的采访评价 其中有一个女孩的长相和十一里样十分相似 被怀疑是十一里样 然而不管是网红还是战绩后援会成员 这些都不是最近报的 最近报的是有网友爆料十一里样已经结婚了 为了让网友们相信自己的爆料 这位网友还晒出了十一里样和她老公的婚纱照 甚至还有网友说 十一里样和陈飞宇的奸情被她老公发现 她老公将这些闯账卖给了狗仔 这个爆料直接将这个恋情瓜升级了 性质都变了 这也就是说陈飞宇睡粉还睡的是已婚女粉 她做了男校三 这些爆料将陈飞宇和十一里样推向了舆论的缝口浪尖 在他们做出回应之前 更多的瓜被爆料了出来 比如鱼记董瓜瓜曾爆料称 毛鼎流为爱做了小三 被女方的老公抓住了 还说鼎流的母亲为了保住儿子 拿两百万和女方的老公和解 但女方的老公没有接受 如今随着陈飞宇被移为爱做小三 网友纷纷怀疑当初被爆的顶流就是陈飞宇 而想拿两百万摆平这件事情的是她的母亲陈红 比如有王尔巴出了陈飞宇的黑历史 陈飞宇未成年时期在美国的夜店疑似抽水烟 还对着女性直接吐烟 先不说陈飞宇的行为多么没素质没礼貌 抽水烟在美国是违法行为 并且陈飞宇的行为和他之后打造的翩翩公子人生不符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猛料 陈飞宇和十一里样最终都沉不住气了 2月13日傍晚陈飞宇工作室发布了辟谣声明 声明强调陈飞宇和胡女士十一里样 交往期间双方军细诞生 对于闯照被爆于是 陈飞宇工作室称 这涉及到了陈飞宇和胡女士的隐私 对双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赶紧我要立刻停止传播相关信息 紧接着十一里样所在的经纪公司 也发布了辟谣声明 该声明同样强调 十一里样和陈飞宇交往期间 两人都是诞生 并且该声明还透露 十一里样已经与陈飞宇分手 并且在分社后的第二年与他人结婚 通过这样的两份声明 陈飞宇辟调了自己做男小三 但是依旧有网友对此不买账 在这部分网友看来 陈飞宇虽然辟调了男小三 但同样暴露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她真的睡粉了在娱乐圈 睡粉这件事依旧不被大众接受 在大家看来明星和粉丝并不对等 明星睡粉丝更多的不是真爱 而是为了肉体之花 是为了白嫖 第二个问题是陈飞宇撒谎了 2021年 陈飞宇曾经在社交账号发文字报诞生 如今却被爆出 2021年和十一里样在一起 她欺骗了粉丝 欺骗了大众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一纸辟调声明并没有成功挽回陈飞宇 跌落了口碑 截止笔者发稿 陈飞宇的社交账号已经掉粉十万 这些都是曾经对她付出之心的真粉丝 更有意思的是 在这之后 余记张小涵又报了一个陈飞宇的瓜 这个瓜的内容 贝衣在为陈飞宇洗白 张小涵爆出了一陈飞宇工作室对话录音 其中就谈到了她和十一里样的事情 这个录音的主要内容 是陈飞宇公司的老板和工作人员 都认为陈飞宇被设计了 被欺骗了 他们称陈飞宇和十一里样交往时是单身 十一里样也自称单身 他们都说 陈飞宇和十一里样只睡了一次 就被十一里样拍了照 随后遭遇女方的各种威胁敲诈 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女方还要言要是陈飞宇一直不见她 就曝光两个人的私密照 甚至陈飞宇公司的工作人员 还说后来十一里样有了新男友 这个新男友也开始对陈飞宇进行敲诈勒索 该工作人员甚至暗示张 十一里样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 不过对于这个爆料 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大家觉得有点像当年五千对小吉那的做法 因此陈飞宇老板和同事的说法 被衣是在为陈飞宇洗白 现在的网友没有像以前好糊弄了 截止笔者发稿 陈飞宇的这个桃色大瓜依旧在发酵 除了名声受损之外 他的代播影视作品和广告代言都会受到影响 可这又怪得了谁呢